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9月6号发表在新西兰医学杂志上的这一项研究与世界其他类似的研究都得到了相似的结果 这篇论文的合作者詹姆斯博士表示 疫苗在接种之后的第一个月内对防止感染新冠并且减少住院最为有效 研究结果表明接种新冠疫苗可以提供长期保护 防止感染之后住院和死亡 也可以提供短期保护 防止感染 这篇论文的合作者Colin教授补充说 需要进行更多的研究来评估接种之后6个月以外的疫苗有效性 以及未来再次加强接种的有效性 最新数据显示 新西兰KVSW账户总额已经达到1108亿纽币 平均余额为31828纽币 年龄较大的参与者余额更高 18到25岁的平均为8867元 31到35岁为21096元 50岁以上则接近或超过5万元 专家表示提前开始储蓄有助于减轻退休的压力 但是不同收入水平 住房购置和家庭背景会影响账户积累的速度 专家建议退休之后持续使用KVSW以确保退休收入稳定 并且补充新西兰的养老金 近日第58届亚太网络信息中心大会在惠灵顿召开 吸引了来自56个国家的351名互联网专家 技术人员和决策者 本次大会为期8天涵盖技术培训 路由IP地址分配 互联网治理等多个议题 推动亚太地区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与发展 新任总干事加荣漏首次亮相 接替服务25年的前任Paul Wilson 亚太网络信息中心作为全球五大区域互联网注册机构之一 负责为亚太地区提供IP地址分配等关键服务 新西兰政府9月6号表示 系统升级导致申请护照等待时间延长至两个多月 现在这个问题已经得到解决 护照的等待时间已恢复正常 今年5月 新西兰媒体报道称 由于新西兰护照等待时间过长 不少人选择付费加急办理 加急护照的比例在短短6周之内 从2023年的17%标升至近三分之一 这些申请人当中约有十分之一 最初申请的是标准服务 但是由于担心无法按时出行 升级为加急 西西兰内政部长周五的时候表示 内政部最近在两周之内签发了90%的护照 延迟问题已经解决 根据最新发布的2024年世界旅游大奖 新西兰荣获大洋洲领先目的地称号 从澳大利亚的手中夺回的这一头衔 澳大利亚去年连续四年获得该奖项 世界旅游大奖编辑在其网站上表示 该机构9月4号在菲律宾马尼拉 宣布了新西兰获奖证实了他的声誉 其他获得提名的国家包括 澳大利亚 斐济 巴布亚 新几内亚 萨摩亚和汤加 他说今年的世界旅游大奖 不仅是对旅游业卓越成就的庆祝 也是对我们全球旅游界的 韧性 创造力和协作精神的证明 有关人士表示 新西兰的地貌多样 从迷人的海滩和茂密的森林 到雄北的山脉 以及充满活力的城市 为每位游客提供独特而难忘的体验 尽管用水模型呈正增长的趋势 但是惠林顿市长仍是警告居民 今年夏天要尽可能地解约用水 惠林顿 哈德卫里 以及普雷如瓦区域 实施三级限水的措施的可能性 高达60% 而惠林顿水务公司 将此风险主要归咎于首都近一半的水 因为泄漏而流失 在今年2月 也就是夏季末 水务监管机构要求惠林顿水务公司 做出重大改变 以避免供水出现类似的风险 两家机构一致认为 如果到2025年的2月 每日用水需求量减少740万升 那么出现严重缺水的风险就会降低 模型显示 惠林顿水务公司正朝着实现这一目标迈进 日需求量同比下降900万升 近日 新西兰经济研究所进行的影响最新的分析表明 如果口蹄液在新西兰蔓延将会对全国产生巨大的影响 大部分的动物产品出口将会被立即叫停 出口额每年可能会持续下降大约143亿 口蹄液是一种急性热性高度接触性传染病 主要侵害有蹄类动物 偶见于人和其他动物 其症状特征为口腔粘膜 蹄部和皮肤发生水泡 这将导致连锁反应 比如动物因为疼痛而拒绝进食或走动 9月 新西兰已经进入到了春季 这也意味着花粉季节的到来 对于那些容易花粉过敏的人来说 一定要注意做好防护 对于患有花粉病的人 花粉症和春天是密不可分的 但是大家如何区分花粉症和感冒等其他疾病呢 根据澳洲ABC网站的报道 花粉症的医学术语是过敏性鼻炎 常年花粉症的患者全年都会出现这个症状 而季节性花粉症的患者 主要是春天对草和花粉过敏的人 专家指出 常见的花粉过敏症状 包括打喷嚏 眼睛鼻子或喉咙发痒 流眼泪以及流鼻涕 澳大利亚国家健康咨询机构的 首席医疗官表示 花粉症和其他疾病确实有共同的症状 但是感冒 流感 新冠等疾病 通常会有额外的症状 比如说发烧 身体疼痛 咳嗽和喉咙痛 这些都不是花粉症的典型症状 另外 持续时间也可能是一个判断的标准 在过敏季节 花粉过敏症状可能会持续数周 而感冒或流感通常在一两周内就会消退 尽管经济各大银行不断地降息 但这可能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够对房市产生影响 根据房研机构Cologic9月5号发布的报告 8月份房市依旧疲软 全国房价再次下跌了0.5%至811,583牛币 是自2月小高峰以来的第6次下跌 这就意味着 截至目前全国房价自2月份以来下跌了3.7% 但仍比新冠疫情前高出大约17% 但是同时也比2022年1月的房价峰值低了大约17% 近期的销售数据表明 全国的房市疲软状况再次出现 事实上 8月除了基督城房价有所上涨 其他所有主要中心均有所下跌 新西兰统计局9月6号公布的数据显示 2024年第二季度经季节性调整的建筑工程量为82亿 同比下降0.2% 新西兰统计局建筑和房地产统计经理表示 自新冠疫情期间的2020年第二季度以来 第一季度的建筑活动量是同比最低的 今年第二季度经季节性调整的住宅建筑工程量 下降0.7%至52亿 非住宅建筑工程下降0.1%至30牛币 经季节性调整的工程量 估计排除了价格的变化和典型季节模式的影响 在截至2020年6月的一年当中 建筑工程价值为360亿 比前一年下降了0.1% 其中住宅建筑工程价值为230亿 同比下降4.1% 非住宅建筑工程价值为130亿 同比增长7.8% 以上新闻由东方为您编辑播报 5.6%